9月10号到15号 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 将在法国里昂举办 来自世界技能组织各成员的 1400余名选手参赛 今天凌晨参加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的 中国代表团从广州出发 本次中国代表团派出了68名参赛选手 男选手58名 女选手10名 参赛选手平均年龄22岁 最小年龄18岁 最大年龄25岁 他们将参加运输与物流 结构与建筑技术 社会和个人服务等 六大类全部59个项目的比赛 我们这个项目的话 就从我们的选出我们的国手之后 我们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 去进行一个备赛 我们已经模拟了很多次 就是有这样的模拟测试 然后我们整个团队也是非常有信心 这一次我们的选手在精神状态上 在职业技能技术水平的准备上 在心理建设方面 都已经做出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了 世界技能大赛 也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 每两年举办一次 自从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 我国已经连续参加了 六届世界技能大赛 共取得了57斤32银24桶 最近三届连续融灯金牌榜 和团体总分第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